其實已經被封鎖了 雪兒星座討厭你的舉動 有些超明顯 有些要通靈才能看明白 沒問題 今天我就來帶你看個清楚 天秤是這樣子的 他們即使很討厭一個人 表面上真的會維持風度 坐在同一個地方也是沒問題的 他不會跟對方撕破臉 而且甚至他還會幫討厭的人講話 就算他很討厭對方 他還是會說 可是他應該有苦衷法之類的 讓你搞不清楚他是討厭他還是沒有 這樣做的原因當然是想符合他心中的公平 有些天秤也會走很高級的討厭路線 那就是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 比我討厭的這個人還要優秀 默默地把你比下去 今天來點負能量 十二星座誰最負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後卻可能會弄你 到底十二星座為什麼要負黑 那個負黑的moment 又在想什麼呢 天秤座可以說典型的天使面孔 負黑心腸 不要忘記了 他是開創星座 他們是非常敏銳敏感的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有時候拼命三郎拼命三娘起來 他們就在自己的道路上 根本來不及看別人 可是你就不要讓他忽然對你有感覺 當他知道你就是來弄他的 他們的怒火就會起來喔 天秤座絕對會讓你知道什麼叫做 你不弄我我就不弄你 但你要弄我 我就會讓你知道 死是什麼感覺 比如說他已經會救戰鬥位子 他的戰鬥絕對不是到你面前嗆聲 他的戰鬥就是暗中蒐集證據 他們會輕描淡寫的一句 這件事好像就是他做的啊 不是吧 還是不是 用這種輕描淡寫的方式 就輕易的讓全部的人 進入他所佈的局裡面 所以天秤要撲黑起來 是非常可怕的敵手唷 神明星座毛病大不同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發病的樣子 天秤不合群就渾身不自在 即使他不想要 他更想做自己 因為他很怕自己如果不合群 會破壞群體的和諧 他不想成為害這個群體 無法前進的人 而且他也不想被拿出來討論 如果今天有人說 這件事情因為那個天秤而無法成 他就會崩潰 就像大家在團購 即便買的東西貴得要死 只要別人說 就差你一個人就成團了 他就只好馬上跟 所以你知道怎麼推動天秤了吧 凡事只要跟他說 就差你一個 他一定二話不說馬上加入 即使他不需要 天秤一定很隨和 處女一定有潔壁 天賢一定愛復仇 雙魚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誤會什麼了 十二星座隱藏真面目 來了 講到天秤座 大家的keyword就是 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俊男美女 當然俊男美女這一怕 已經有被很多天秤座打破了 但是是不是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是不是很隨和呢 那你就錯了 隱藏版的天秤超固執 超固執 超固執 他是屬於只要錯過了一個景點 只要他想要 他願意再繞回來 不辭千里 不辭勞苦 因為這是他設定的計畫 他怎麼可以沒有呢 很多天秤座 尤其是在工作或事業上 他是非常有自己的定見 他也非常有自己的目標 並且他已經在軌道上了 當他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跟這樣的既定目標的時候 這是不可改變的 因此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他在當中 很難討論很難商量 或不會為你而改變 在這過程中 唯一能讓你比較舒服的地方就是 他會假裝聽你的話 看起來很善良 其實在使壞 你眼前的12星座 有可能是哪種小人呢 當一個天秤座 拍拍你的肩膀說 沒關係沒關係 千萬不要相信 天秤表面什麼都不計較 暗地裡什麼都記得住 但天秤懶 非必要他不會出手 直到天秤一直被踩線 一直被弄 那他就要想個辦法 認真對待你一下了 你就會把他的腹黑本領激發出來 而且天秤真的很擅長偷偷來 他可以一邊若無其事地向他人 透露討厭對象的不利消息 一邊跟對方相約喝酒聊天談合作 聽出來了嗎 天秤絕對不會輕易表態喔 討厭誰這張底牌亮出來 他就輸了嘛 一定讓你看不出來 所以很多人被天秤做弄了 還會跟天秤說謝謝 行走江湖 會做事還要會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點 得罪人了還不自知 因為天秤有一個毛病 就是骨子裡蠻害怕衝突的 所以囉 當天秤和別人意見不合時 他會隨意附和 或者是乾脆不表態 以為這樣就能維持世界和平 其實錯了 別人反而會覺得 天秤做事沒有態度 有點假 除此之外 天秤若是跟誰產生誤會 他也很怕面對面的吵架 所以他會冷處理 希望讓時間沖淡一切 但其實 什麼也沒沖淡 因為一直沒有處理啊 請天秤同學記住 一天一溝通 富品便宜 看起來很隨和 其實在控制 十二星座 誰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天秤做小事往往很隨便 吃什麼不要問他 他難以決定 因為真的無所謂 但大原則可是不容侵犯喔 一點點都不能 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願 來執行才可以 所以咯 天秤做他其實有一個執念 跟控制欲 那就是只能成功 不允許自己失敗 如果天秤起了控制欲 他是連一點點的細節 都不會放過 你想想看 一艘船能有一絲裂縫嗎 不可以 這就是他們壓力的來源 所以當天秤做起了控制欲 他是會照三三問候的 這件事做得怎麼樣啦 做得什麼程度啦 我看看 我聽聽 我來瞧一瞧 就算不是選擇範圍 他也會跳下來 自己動手 一一檢查 而且天秤做 他可以控制別人 別人卻休想控制他 表面風平浪靜 其實內心波濤洶湧 哪些星座平時靜悄悄 但其實爆發力十足 衝動起來跌破你眼鏡呢 恭喜上榜 天秤做 天秤做 對外表現和氣 對內其實是 霸權主義 做某些決定時候 其實是蠻不顧他人的 他們平常很能忍 因為喜歡顧權大局嘛 所以遇到一些蠢事的時候 他會告訴自己 要忍 要忍 要忍住 可是如果面對白目的人 不斷的挑釁 或屢勸不改 他可能就會 一口氣爆發出來 所以他們的衝動 有點像情緒失控 他就會大聲的吶喊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而且天秤做的人 一旦衝動暴怒 他就會失去優雅 不顧身份 然後也會失去理智 你有看過衝動暴怒型的天秤嗎 那是因為他們忍無可忍了 我們這些會讀空氣的人 我們認定了你是怎樣就是怎樣 你騙不過我們的法眼 在團體當中求生存 你們千萬不能當小白喔 時不時蹦出一兩句白目的話 然後不懂得讀空氣 你真的會死得很難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 哪些星座 是有讀空氣的能力 來來來 趕快醒過來 因為你們如果 不打開你們的潛能 空氣也是讀不到的唷 也許在你心目當中 有些天秤做滿自我的 也滿有自己的個性的 但是不要忘記了 他們天生就是一杆秤 不是只有一邊 他們做任何事情 都會考慮兩邊 所以當他發現言論 往那一邊倒的時候 他就會 當另外一邊 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支持這一邊 而是他覺得 是不是要把傾斜的狀況 再挪回來一點呢 所以為什麼很多天秤座 他們的職業會是法官 或者是從事跟 法條相關的工作 因為這真的是他們天生的能力 他們能夠做出最公平的裁決 也可以不帶情緒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真的很愛面子 所以他們會時常觀察周遭人的反應 讓自己不要去踩雷 不要使別人來反對他喔 那正因為天秤座是屬於 可以很客觀去評估現狀的一個星座 所以你在他面前是無所遁形的 你不要跟一個天秤座耍心機喔 他完全知道你在幹什麼 不過有一個好處是 天秤座不會拆穿你 因為他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都很清楚 所以何必拆穿呢 行走江湖他們可是一把老手 打不倒我的只會使我更強大 各位你的人生遇到危機了嗎 遇到低潮了嗎 當我們遇到覺得是絕境的時候 我們身上有什麼能力 可以使我們絕處逢生呢 天秤座的朋友 你們是我為人人人人人為我 為了別人你就會無比的堅強 但如果為了自己生活簡單就好 說到克服絕境這一題呢 天秤座真的是比誰都需要夥伴喔 比如說伴侶也好 或者是他的公司他的部下 那麼他就會表現出無比的堅強 絕境也不算什麼了 因為他覺得他們是一伙的 他們是一起的 大家一起克服 沒有什麼是克服不了 所以天秤有一個危險 那如果你是單個 自己一個人該怎麼辦呢 那麼這個時候 你其實是非常需要目標跟理想的 所以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給自己設定一個時程 有了目標有了理想 那麼我相信你就會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它 在這個摩羯很多心 而且勞動節快到的時節 我們來聊聊工作狂 對有些人天生勞碌命 我們來跟你揭秘這些人 熱愛勞動的原因 他們基本上就是嫁給工作了 工作再多他都非常的責任制 不用別人驅動他 他自己就會成為24小時 stand by 的工作狂 因為他們是熱愛平衡的完美主義者 所以他看不得一點點失衡 只要事情好像差一點就完美了 怎麼有一點傾斜 這邊似乎要在加把勁的時候 他就忍不住要插手 而且某些時候 我覺得天秤座的人 也沒有把工作當工作 他們把工作當成磨練 能handle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很有能力的證明 而他喜歡當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那也因為強大的責任感 所以他們基本上沒有什麼私生活 比如說跟另一半約會 他也可以把電腦帶著 隨時處理公事 他是不介意把公事跟私生活繳在一起 好可憐 不禁起了同情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時候 這就是工作大班峰的高峰期 除了老闆壞掉員工 也有員工壞掉老闆 本公司一個想離職的小編 就做了這一則專題 對 12星座有的人 上班的時候都想離職 今天我們來講 12星座離職前的表現 其實我們知道 天秤座是一個人際關係的星座 所以他真的很看人 他的主管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 如果是他覺得會很捨不得的 那他真的會離情依依喔 他的離情依依 絕對不是傷春悲秋 他的離情依依就是把工作效率 提升成平常的三倍 天秤座滿好的 就是他會比平常更努力 更付出 因為我要走了 我就要把我認為該盡的責任 全部盡好 但如果這一家公司 對不起他 他的離職很可能就是 充滿恨意喔 或者是不平衡到了極點 這樣子的 有點怨恨的天秤座 那真的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喔 所以你可能也要顧好空師資料 因為天秤座恨起來 那真的也有點power 有幾個企業主呢 他們是在應徵人的時候 是有星座的選擇喔 有幾個星座 特別受到企業的青睞 白樣座 天秤座 獅子座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見過強硬的這個天秤 一點都不圓融 沒有自信的獅子 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這很可能是 這些星座的人 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還沒有遇到 能夠發光發熱的事業工作 所以咯 我們就從星座的特性來看 每個人從自己的太陽來檢查起 你走對路了嗎 白羊 巨蟹 天秤 摩羯 我們都知道開創星座 有開創這兩個字 很多人就會說 是不是要我們創業呀 當然不是 開創星座 不一定會展現在創業這件事情上 通常會先展現在 你看別人不順眼這件事情上 因為你們是屬於 很有個性的一群 開創星座 一旦自己要上場打仗 就算之前沒有打仗的經驗 他們也會為了打贏勝仗 什麼都會了 如果你能夠交付一件事情 讓一個開創星座去開發 不要管他太多 你不要被開創星座 稀奇古怪的想法嚇到 給予他們這個空間 他們就會給你驚喜 我覺得開創星座欠缺的是一個目標 只要開創星座有了目標 你們十八般武藝就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開創星座也是我心目中 非常工作狂的一組喔 為了自己理想而工作的開創星座 我會非常擔心你的身體健康 因為你會忘記休息 我覺得開創星座的人是有責任制的 沒做好之前他就算下班回家 他心心念念也還在那個工作 不如趕快解決他吧 但我很清楚也有很多開創星座 你們是安於職場現狀的 其實這也是有原因的喔 因為你們的開創能量很可能是擺在家庭上 你把大部分的能量都用在家裡 以家庭生活為重的時候 職場很可能就不是你開創的主要僵場了 各位同學看完這支影片 我不能說你馬上就能夠在你現在的工作上 平步清雲再也沒有問題或再也沒有煩惱 你就在現在的位子上 而現在的工作要怎麼樣把你的性格強項放在這裡 讓它好好發揮呢 這才是目前你應該好好解決的問題 所以不要抱怨我好像呆錯地方 而是要自問我在這個職位 有沒有把能量好好的發揮 大家一起加油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從這個月開始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